80年代的上海婚礼和上海嫁妆 豆蟋蟀 爆米花 12月3日海上行旅 龚建华摄影作品展在上海市档案馆拉开帷幕 91副作品向观众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旅美摄影家龚建华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摄影学会名一会长 从事专业摄影40余年 曾在中国 美国 日本举办过多次个人专题摄影展 2017年 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和李世满大学博物馆 首次永久收藏了龚建华50副老上海系列作品 此次展览是龚建华旅美多年后 献给故乡的一份厚礼 从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老街弄堂 到如今有温度的城市风景线 上海中心城区风貌的变迁轨迹 都可在这些作品中寻觅得到 这次展览的特点就是 有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品 有现在的作品 最早最最近的就是2019年10月份的展览 据龚建华套路 20年前自己出到美国举办摄影展时 就萌生了让中国的摄影作品被更多人理解的愿望 对着这一想法 龚建华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2015年6月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龚建华 那个年代那些事摄影画册 2016年4月26日 美国Daily City为表彰其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将4月26日定为龚建华日 据悉 海上行旅龚龚建华摄影作品展将展至12月20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